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绍《长夜微光》 《长夜微光》是一款角色扮演的战棋类手机游戏 游戏结合了战棋玩法与中国古神话古斯背景 游戏围绕着天书大黄之而展开 玩家将成为一名拥有大黄之的少年 出现在刚被战火燃烧的九黎之地 利用手中的大黄之与五族10签订契约为人类而战 游戏的玩法采用的是战棋类型玩法 整体的画风看起来与天地劫有一点相似 但是战斗的风格就比较不一样了 这游戏中《场景中的地格》代表了不同的功能 最主要分为五种 而攻击方面就有三种 一种是普通攻击这比较简单 而另外一种是技能攻击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地格上、技能格上 使用技能时候是不会消耗任何的能量 而在我方回合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右下角的技能 会消耗相对应的能量就可以使用技能了 而每个人也会有自己专属的打造技能 也会有华丽的动画去展现 而另外一个就是邪力攻击 这也蛮特别的 使用之后会跟原来的角色站位人物互相交换位置 并且两个人都会攻击敌人 这对于前排没写的时候 是个超方便的环卫技能了 整体的战斗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 游戏的背景与故事都拥有着大量的动画去演绎 感觉起来是一款非常用心的展级大作 目前游戏在Google Play已经可以下载咯 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了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要玩这款游戏叫做长夜微光 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画面长得很像某一款游戏 子龙游戏旗下的天地劫吧 对其实就是有一点相似 那据说他们可能会提出告诉针对这款游戏 好啦那目前这款游戏呢 已经在Google上市了 那有兴趣观众可以去试看看 那可能没做什么广告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时候上市 我们现在试玩看看 我个人是觉得光是在建模上面就有一点接近 对啊有一点接近 更是觉得蛮好笑的 不过我们先讲啦 虽然说有抄袭的嫌疑好不好 好不好嫌疑 对但其实以一般的战棋游戏来说 还是有算有水准啦 不然就是有些战棋游戏就很无聊 对啊像是不能乱讲游戏 对啦 啊动画然后画面都还不过可是可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先例 所以你这样子就很像抄袭的嫌疑 啊没关系我们现在继续玩吧 那因为他Google上面上市之后他没有特别的说他是测试或什么 所以看到观众如果想要玩可以先去介绍栏位那边会放 还有动画还不错 因为大概一年多前啊有做过这个测试 他当初的测试就是测试版本所以剧情可能没有那么丰富 然后动画也没那么多啊 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云吗好像有 有点忘了毕竟一年多了 那剧情故事的话我记得就是有一种荒野里面的一个浮荒字 那浮荒字这本书呢他重现在一个江湖 落落了我们就要手上 那这些这些算是坏人或者boss他们就要抢夺这个东西 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 好我们现在这个是在村里面我们的村庄 这就是我们主角这次的前面的剧情讲的蛮丰富的 而且在最前面还有一段很精彩的动画 这就是我们主角 我们主角上可以选男女吗 没有就是男生 有点感冒 这是什么成人组吗 好成人礼果然是成年礼 来吧 我们看一下这次的话有一个普通攻击专属技能 然后还有协力技防御 哇这个格子好多哦 哦到了定点他会直接攻击耶 好像有修改的跟那个不一样哦 需要这个能量 我觉得好像有改过哦 我觉得好像改过耶 使用技能之后还可以再移动再使用一个普通攻击啊 我觉得好像在学习这个上面他调整过了 我觉得好像在学习这个上面他调整过了 好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城镇 真的其实我觉得不思维一款好游戏 除了超奇怪 没有办法好好的讲 好点选 这里又到什么剧情地方 点选 好这应该是简单的升级 超过的等级无法 感觉下次再会的情人哥哥 情人哥哥 情人哥 哎呀数名字 咳咳咳 情人哥哥 这里显示的是情人哥哥现在的探索 不过的新闻有反应 我记得这边会有什么怪物的袭击啊 嗯 就这个 没错 好 哦我们来看一下 客制关系 如果在原地攻击的话就可以有多一点技能 哦协力招来咯 哇哦这什么协力技啊 哈哈哈哈 这是不一样东西啦 这里这段不一样 以前是有零兵 零兵在你旁边才可以掩护 嗯 好啦为为了不被骂所以他们就可能更改了一些地方 战斗内容或者是调了调整了一些 好 现在应该是我 呃呃呃 原来协力攻击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法术 好这样找吧 我没有看到 他变化了好多地方 真的变化了好多地方 内招了天王遇见 然后是什么 对于两阁内的 然后他是冰封千里 每个人都必杀技啊 流光 你迷失来寻找佛皇痴 先离开 漫天废弦 不得了完全不一样 剧情一样啦 剧情一样但是整个战斗的玩法好像 多了一些改变 在正常上对我多有造福 咳咳咳 咳咳咳 我抹着消沉 行 行吗 我们回去吧 好像有不一樣的敵人喔 好 我們可以自己調整站位了 前面有一個地上都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那個不知道什麼 喔 增加道具藍吶 場景機制藍 厲害 點擊前往機關 有限攻擊生命之較低的敵人 喔 還需要選擇就對了 這樣子嗎 然後可以用互換嗎 不行 這個是法術是不是 所以他可以 不行 他不能這樣 幫他治療 咳咳 我記得要截地啦 所以解禁傷口上的火焰我無法熄滅 我的治癒之術也沒辦法 請問哥哥 該怎麼辦啊 晚安 你平時最機靈了 快想要有什麼辦法能救他 請問哥哥 你跟他契約吧 情況危急 我將你契約之術 契約他就可以了 原來這麼簡單 想要救一個人就契約你 我把他跳過了 好了把這段跳過好了 雖然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會相信我之前也有看完過啦 想要趕快去升級 對 換個零 這個換零一開始一定就是剛剛那裡的嘛 那個狐狸 我猜一定是那個狐狸 不用自已的啊 塗山小小 我有40轉欸 等一下,這個是新人的嗎 送了40轉也太多了吧 太划算了 可不可以先要轉啊 你不要過啦 這時候可不可以跳出啊 為什麼大家知道會跳出,我要去轉蛋啊 好啦,感覺是固定的,沒有辦法 來了 所以現在在原地沒辦法攻擊的話還是用技能 沒有攻擊目標 這裡 他可以殺一排 然後他的這法術是 好 隨便 殺一排,哇,死一群耶 然後還可以再殺一個 哇 擋一下擋一下,當擋箭牌擋一下 好 我覺得我們整個族都掰啦 哦 耶 回族之前我們有 有嗎?目前是 零個 我剛剛把錢看成這個了 那我們來看看他有沒有 福利 哎呀,玩到零之九喔 好,那我們直接先衝到零之九吧 槍才零之六耶 那甲把禁才能轉一些新的人物啊 好 來遲了 你是我們村村的希望啊 怎麼有一個女角 感覺這是我們新的人物 那老的一定會死,村長一定會死 村長的命不是命啊 呵呵 好 我們來研究一下 這個是 哇,他的範圍是範圍技耶 哇靠,好帥喔 我們主角只能殺一個嘛 前面,去前面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辦法用所謂的AR可惜 這個感覺比較強 好像技能這個比較強 欸,不是贏了嗎 哇,還有喔 火跟冰的對決 哇 浪費一次 啊,按錯了 煩 幫他剛才已經數了 來補個蟹吧 這個好強啊 感覺我們不會有這個人 哈哈哈哈 我們從夜召口中救出 老人家 那你圖山夢瑤是我的姑姑 哈哈 蛤 族長 可能我之前交給萬萬七月之首 是讓你恨 嗯,沒有沒有 我哪敢欺負那丫頭啊 無險 呃,族長 哈石聰 很可能找我 見若留心 事過友好 靠,我們竟然得到德德斯主長 啊